中国的木雕艺术远远流长 最早的可以一直追溯到新十七时代 优美的刀法之所以形成 是技术达到纯熟的表现 是任何模仿都难以体现的东西 尤其是在历经岁月洗礼之后 更是展现出独特的魅力 说起木雕艺术 则必然要提及黄羊木雕和根雕 根本的木雕艺术 木雕艺术的技法与木雕艺术一脉相承 是同宗同流的两支分支 其中据目前实物推测 可考历史最早在元代 就已经出现的黄羊木雕 堪称木雕艺术中的木之君子 黄羊木雕传统工艺 凭借岁月的沉淀和经验的积累 展现出独特的古典大方之美 这种艺术形态以单雕为主 雕刻的造型无补 神态生动 整体形象逼真而生动 令人叹为观止 雕刻者不仅注重对人物服饰和头饰的细致刻画 更体现了他们高超的技艺术 出生于黄羊木雕世家的著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王篤芳先生 传承其父黄羊木雕一代宗师王凤作的一波 再加上他对艺术的苦心研究和创作 使得他在民间工艺美术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与传统黄羊木雕不同 王篤芳的作品的特别之处是摒弃了繁复的技巧 结合现代人简洁单纯的审美取向 形成了个性鲜明 气质高雅的艺术风格 展现了他的才情 功底和素养 他的作品不仅展示了中国古典艺术的魅力 也彰显了黄羊木雕工艺的独特之处 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工艺美术的重要代表之一 而根雕艺术也是一项悠久的文化遗产 凝聚着历史的沉淀和人类的智慧 艺术家们通过利用竹根的天然之美 将复杂的形态化繁为简 凝炼出精髓 创造出一个个精美绝伦的作品 让人们感受到艺术的魅力和生命的力量 在东洋的竹根雕艺术中 创作者们不断融合创新 发掘木雕和竹雕的特点 呈现出独具匠心的作品 具有深远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 吴驰群先生作为竹根雕飞翼传承人 和黄派木雕第三代传承人 从小就与雕刻结下不解之人 通过学习和继承传统记忆 他注入了自己的创新思想和灵感 创作出独具一格的作品 备受社会各界人士喜爱和收藏 无论是黄洋木雕还是根雕 匠人们都巧妙地运用根材的自然之美 注重作品的可视性和把玩性 在题材雕刻和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 相互融合 展现出令人叹为观止的独特艺术风格 木雕艺术充满着灵性和美感 被艺术品鉴者视为真品 这些艺术作品既展示了黄洋木雕的 古典大方之美 又托下了根雕艺术的独特魅力 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 和民间工艺美术的宝贵遗产 优优独特魅力